今天就来到Nikkon Z6和Z7的发布会 我已经有实机摸了手 今天手头上全场的 sample 我们都不可以插卡去试相 当然我会向那边说我们借来和大家设计相 但这一刻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样拿上手 其实这部机比起我想象中大部了少少 但是整部机很扎实 其实整部机的按针也很扎实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好按的 而且手握位置也是偏大的 但我想因为我的手也是一般不太大的人 所以我拿下去就差一点点 但我想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很舒服 另外当然最强的一定要看的就是 就是它最新的S-Mount 这个Z-Mount 不好意思 Z-Mount S 镜 大家看到 据官方说 其实这么大的Mount的好处 就是可以做一些好泡的镜头 例如它明年一定会出那支0.95光圈的镜头 其实也是因为那个Mount 处大才可以做到的 另外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 因为镜头的设计上 可以在旁边的入光 入光量会相对多 所以将来所有S系列的镜头 其实它们都保证光学质素会很好 我想今天 上手试 应该就试不了太多了 因为刚才这么说 也是不可以插卡 但是说完一点 就是对焦那里 过速度 就不过不失 就是 不要想着可以很快 但是 我想 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慢 其实就是刚好 今天就这么多 先了 我们借到机 再跟大家详细再说 好